你 雷宇忠 你脱衣服干什么 什么 雷宇忠 雷宇忠 我告诉你 你不要乱了 雷宇忠 你别换 你 你看什么 你要非礼我 雷宇忠 雷宇忠 你信不信我告你非礼 雷宇忠 你干吗 雷宇忠 雷宇忠 你松开我 你要把我带到去哪儿啊 你不说你是骨灰烟鬼吗 我现在带你去超度 雷宇忠 我不能给你走 雷宇忠 我不能给你走 你放我下去啊 雷宇忠 你放我下去啊 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对你打的 你不过来 我能带你放我 你如果要以后 你还能带你 我只能带你 我让你带我 我只能带你 你 我只能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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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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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你平时人模狗样 其实你和我是一路人 你以为你就不是孤魂野鬼吗 你浑身上下跟我一样 散发的都是半死不活的味道 你夜里哭过吗 你半夜醒过吗 你有没有想过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雷雨震我觉得 其实咱俩都挺没劲的 咱俩最爱的人没了 心里最重要的地方他了 心窝里揣着一段废墟 每天还在东奔西跑得活着 你不觉得咱俩挺可笑的吗 我哪一 Child啦 我主要也拒绝了 讯人多 squad 你还我在这儿 你放心 雷总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明天一大早 你还是一关楚楚的雷总 没有人会拔开你的皮囊 看那见不得光的东西 我再问你一遍 你家住在哪儿 信不信把你扔在路边 不管你了 肚子 肚子 雷总 你脱衣服干什么 什么 雷总 雷总 我告诉你 你不要乱了 雷总 你别坏 你 你干什么 你要非礼我 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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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不信我告你非礼呀 你 放手了 干吗呀 李章 我 非离你呀 看看镜子 谁会跟自己过不去啊 非离你 头发乱得跟鱿鱼丝似的 做梦吧 妈 李章 这是什么 醒醒吧 小贵 送套干净的女人衣服来我公园 尺寸 我怎么知道什么尺寸 雷总 你要的衣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美啊 好美啊 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黄浮江 太豪气了 我杜小松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福气 可以睡在这里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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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昶药 如 Ν 姐 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想走吗 雷总 不好意思 我先回去了 对了 这件衣服 我改天再还给你 想走啊 行 只是这点 你打不到车吧 我 我坐公交车 最早的公交车恐怕有一小时 杜小姐又执意想走 请便 先吃饭吧 你不想走 不敢 放心 没下毒 杜小姐昨天晚上 可是跟我说了不少肺腑之言呢 雷总 昨天晚上是个意外 如果说我对您说了什么胡言乱语 我再一次跟您道歉 胡言乱语是小事 胡来 就是大事 你是因为运气好遇见了我 要是换了别人 也许就被人劫财劫色了 雷总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你这危言耸听得吓唬谁呢 我是非常感谢你把我从酒吧捞出来 可是你也不能仗着你有理 就没完没了地数了几人来了 再说 我又没有抢着你 你就不应该管我 你以为我想管你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小苏 你的 拿着 拿着 这么多啊 先多啊 那我给你换包小的 你不嫌多 不嫌多 不嫌多 谢谢老板 没事 昨天晚上 你可是出了大风的王 一晚上卖出去的酒 比平时一星期还多 好好干 好处啊 少不了你的 好 谢谢老板 别让我看你 是吗 真的吗 是不是 我 拿着你 之前 你为什么 又是 我 因为你 我也 freeze 好啊 好啊 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只猪啊 因为你不是杜小猪吗 不过你放心吧 就算你真的变成猪了 我也不会不要你的 你才是猪呢 你说谁是猪啊 雷总 好 好 谢谢雷总 还有事吗 雷总 我听说娱乐城的项目马上开工了是吧 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怎么 雷副总信不过我们雨天 不是 雷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娱乐城对于雨天来说就是个小案子 我和蒋总 早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我就是琢磨吧 破土东宫也算奸大事 好歹 咱们也弄出点动静 你和蒋总 你和蒋总 雷副总 这牌位总得分个主次吧 你们家的事我管不着 不过我倒想听听 雷副总 你想弄个什么动静出来 雷总 您误会了 我刚才是口误 我就是想听听动静 说吧 我是这么想的啊 我觉得咱们可以弄一个惦记仪式 叫上社会各界人士 再叫上媒体 新闻稿一发 让大家都知道 是您雷总带着雨天 干了些大事 这样雨天的股票 就蹭蹭往上涨了 我之前曾没有发现 雷副总 你还是个人才呢 我想 那我倒想问问 雷副总 你这招 是踩我呢 还是抬我呢 懒惰 邰语 iy争真不是这一套啊 怎么了 我刚才跟她说了半天 电击一次那个行不通啊 被她给拒绝了 反而把我给说了一遍 你到底 我怎么就说过了 美予诚低调着呢 穆尔 и琪 你都知道了 distinctive 你 悠着点 老邪 你可别跟我惹什么麻烦啊 前面 走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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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干活 谁在干活 我废了谁 李建议 不好了 老婆 一帮都不知道什么人 拿着家伙 不让我们干活 谁要干活就是 把谁家手打断 这是咋办呀 把活都放进 跟我走 快快快 放家伙 放家伙 快 快 好 不过我倒想听听 你想弄个什么动静出来 我觉得咱们可以弄一个奠机仪式 教向社会各界人士 再教上媒体 新闻稿一发 让大家都知道 是您雷总带着雨天 干了件大事 起飞 掉头去工地 怎么回事 你们冷静一点 发生什么事你问我呀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冷静 冷静 我是这里的监理 有什么事情 你们可以跟我对质 你们雨天拆了我们的厂 就随随便便 散点钱 就都完事了 这不是要断我们的活路吗 让我们上哪儿吃饭去 对呀 断了我们的活路 让我们上哪儿吃饭去 大家冷静一下 合同是新盛给你们签的 价格也是新盛给你们谈的 跟雨天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你们应该找的是新盛 不是雨天 怎么没关系啊 我们现在没饭吃了 跟你们就有关系 你们跟谁签的合同 我们管不着 谁在拆房子啊 谁就是正主 我们要吃饭 对不对 对 对 有什么错 我们要属于我们自己的钱 不讲道理吗 谁不讲道理 你们不讲道理 我们我不讲道理 既然你负责 那我们就到雨天 找他们老大要钱 你负不了责 有人能负责 我们要吃饭 要钱 不行 你们不能去公司 让你们能去公司 冷静 你们不能去公司 你们别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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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是你 你为什么要挑战他们闹事 我怎么挑事了 我说的是正事好不好 我松开 松手 松手 不 我不能让你去公司闹事 别以为你是小丫头骗子 我就不敢抄你啊 你给我松手 我不能让你进去 你 你 你看谁啊你 我松开 你信不信了 信不信了我 我现在废了你啊 疼疼疼 疼疼疼 只有你这副德行 还好意思当流氓呢 谁让你们在这儿闹事呢 欺负个女孩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 冲我来 你谁啊你 哪儿冲出来的呀 这儿有个理你什么事啊 宇天总裁 雷玉政 这 这小子虎咱们呢 谁知道他是不是老总啊 我刚才已经了解过了 你们闹事的原因 就是嫌拆迁的费用太低了 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拆迁的安置费用 可以做下来慢慢聊 非法俱众 影响工程进度 这可就要赔大钱了 不是 没 不是 他进度什么 跟我们没关系啊 我们现在没活路了不是吧 我们就是 就是要吃饭 要我们自己的钱 这总没错 对吧 对 就是我们用自己的钱 有什么不对啊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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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不行 你们不能去 别来啊 这一件好啊 四个要件 喂 咱们解释一下 解释咱们解释 杜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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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脑为什么都是说话 那是人命来的 谁也不许走 都给我围住 围住 爸 跟我不能走 是 他自己倒的 他自己倒的 跟我们不关系啊 他自己倒的 都给我围住 谁让你倒 不是 你们给我做事啊 不能走 不是 他自己倒的跟我们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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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四季 开快一点 病人 是长期的劳累过度 再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 引起的低血糖 眩晕 我刚给他注射了营养液 记得多注意休息 没事的 姐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珍容 不要走 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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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ホ Party 你就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个影仇 这么久 给宇天背锅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啊 是不是突发状况 王总 您说这回宇天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林一副总是怕宇天惹麻烦呢 还是盼着宇天惹麻烦 雷总 您可真会开玩笑 我们新城道歉都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盼着宇天出事呢 是吗 我记得我跟林副总沟通过 关于拆迁费用的问题 当时林副总跟我说 工人们都没有意见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林副总除了抱歉 还想说些什么 雷总 我估计啊 可能是这些工人没有文化 言而无信也是有的 大家说是不是 当然了 我们新城也是有责任的 不应该亲信他们 宇天啊 这事是解决了没有啊 大家都放心吧 这件事情已经平息了 我们已经和工人 达成了新的协议 对于年老历衰的工人们 公司会酌情填补安置费 对于剩下那些年轻力壮的工人们 他们唯一的诉求 就是谋个饭碗 等娱乐城竣工以后 将会打开大部分的岗位 到时候 我们可以优先从这一批人里头选 如果不是有别有用心的人 在其中煽风点火 我想 这样子的冲突 应该就可以避免了吧 醒了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昨天滴血糖晕倒又发了高烧 被人送到了这里 来 还好 烧桶算是退了 是谁把我送过来的 不是你男朋友吗 男朋友 对啊 就是昨天抱你进来那男的 我刚才挺着急的 这跑上跑下的 一刻都没闲着 那他人呢 他现在去哪儿了 好像一大早就走了吧 不过 他昨天可在这儿守了你一夜 今天早上又给你买了那么多吃的 还挺细心 一会儿等医生来再给你检查下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好的 谢谢啊 好 好 回博远上班 你们好 刘伯伯 我托朋友在法国 给您带了最好的深海鱼油 还有螺旋枣 这些冬虫下草还有灵芯什么的 您平时要记得泡茶喝 对了 刘伯伯 我给您在温泉度假村 办了一张贵宾卡 这个地方 离您平时打高尔夫的地方特别地近 医生说了 温泉中的矿物质 对您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恢复 有奇效呢 好 好 我一定去 一定去 看看 还是鬼女好吧 亭哥 我这个丫头啊 从小被我处上了天 可今天我还头一回看她 这么安前马后的 你别说啊 我这个当爹的看着啊 是静欣慰 你这心里啊 还有点酸溜溜的 江兄啊 我还是羡慕你啊 家里有这么一个 知冷知热的小棉袄 不像我家那臭小子 都说养儿防老 可这儿子再怎么孝顺 也没闺女细心哪 雷伯伯 雨震和她平时要忙 那么大一个公司 她多累啊 大死了 行吧 不过您放心 现在我也在雨田 我会尽量帮她的 那我就真的还得谢谢蒋总了 蒋总体贴入微啊 隔着二里地都能把这好东西 送到家里头来 爱心 人人夸 雨震哥 你怎么走路都没事啊 雷伯伯你看他 在家还叫我蒋总 多生分啊 生分 生分 好 他回来了 我们不说了 走 吃饭去 走 闺女 您好 我来交费 你的医药费和住院费已经结清了 结清了 竟然早上已用交完费了 谢谢啊 小苏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律序 多吃点菜 你看你瘦的 林伯伯 您要是把我胃胖了 没人要 该加不出去了 那正好 给伯伯当儿媳妇 我说爸 您这话接的 您看看人家樊绿 要项目有项目 要才华有才华的 人随便说一句嫁不出去 您这就可以接了 您这不是对樊绿没信心吗 林哥 你听听 那现在这一代孩子 主意大着呢 咱们干着急呀 没用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任性下去 这樊绿是个好姑娘 他不愁 你看看这混小子 我真怕他以后比我还惨 到老了打一辈子光棍 这雨晨这孩子有事业心 那都是你平时言传声教的结果呀 对了 说到雨天 我听晓菱说 娱乐城一出财前地 有工人闹事 动静好像还不小 有 有这回事 怎么没听你说过啊 蒋叔 您还真是坐镇东海 耳听八方啊 消息比我爸灵通多了 我自愧不如 爸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 全都已经解决了 你放心 爸 雨晨哥好不容易下班回家 公司的事情不能公司说啊 你能不能让他好好吃顿饭呀 你看看这丫头啊 还没怎么着呢啊 就帮雨晨啊 叫兴去爹来了 就是个小白儿浪 江兄啊 你叫女友方 你看看这臭小子 没大没小的 你还得多担待 可爱啊 雨晨哥 公司的事情呢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这不由我呢吗 我会帮你的 谢谢啊 范琳妹妹 姑奶奶 我求求你了 你这刚出院 能别折腾自己了吗 你这算一下我了 我脑子都可以停炸 我这还直播着呢 我的财神医也来了 我现在就出院了 我呢 我的财神是 我的财神 你这很正确的 你这是什么 我跟他怎样 你也是不是 你 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必这么认真吧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谢谢雷总关心 不过我这人吧 有时候还真特较真 钱我是一定要给您的 好啊 我看出来了 东小姐是不想欠我的 是吗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吩咐的话 我先出去了 对了 谢谢您让我回博园 小四回来了 小四回来了 小苏回来了 小苏 回来了 小苏 小苏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小苏 小苏回来了 小苏 小苏 你可算回来了 小苏 我们大伙可都听说了 你在拆迁工地的大事情 小苏 你太棒了 对啊 对啊 好棒啊 小苏 欢迎回来 林总 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希望如此吧 小苏 不要走了 对啊 别走了 对啊 晚上我们一起去聚餐好不好 那今天晚上我请客 对啊 好 对啊 来一下我的办公室 我先过去一下 没事 你们先忙 好 你先去吧 好 这看你心不太累啊 这什么意思啊 小苏 你找着干吗 你小时候那么怕 小时候的 江总 进来吧 恭喜你啊 这么快又回来了 我知道 雨震哥是看在阵容的份上 想多照顾照顾你 既然是这样 我有个新任务要交给你 江总有什么吩咐 这个是环球娱乐中心 核心功能区的设计方案 这些人送上来的方案 我跟雨震哥都不是太满意 听说你能力不错 既然是这样 我给你三天时间 出几个方案 让我挑一下怎么样 三天几个方案 怎么说你也是学设计出身的 我这也是在帮你证明你自己 我们博远可是很重视人才的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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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姐 你背这包可真好看 你说怎么比那海报上的模特都好看呢 真心贵呀 但是真的好好看 俊飞 你说实话 你刚刚刷卡的时候有没有杆桶 没有 只要你开心花多少钱值 你去吧 说吧 有什么事求我呀 四姐 你看啊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打住 我就说怎么莫名其妙跟我买包呢 搁这儿等着我呢 和俊飞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我们俩还没有到见父母的地步 我不会给你们回家过年的 可是去年过年你就这么说 这都过一年了 咱俩总得往前迈一步吧 前两天我妈打电话还过来问你呢 说特想见见你 那咱俩谈恋爱都这么久了 那为什么就不能见个父母呢 有什么好见的呀 见了你父母过后 后面还跟着一群七大姑八大姨的 张口闭狗就问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 烦不烦哪 我跟你保证 你只负责跟我回家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我来应付 你当我小姑娘呢 好骗哪 见了你妈过后 还不得确实咱俩结婚啊 可是我妈着急有错吗 咱们俩也老大不小了 那结婚那是不是迟早的事 结婚 结什么婚啊 反正我是不会跟你回家的 你再给我买包都没有 这就等下 sat inside va 听说你能力不错 那这样给你三天时间 你出几个方案给我挑 你出几个方案给我 你出几个方案给我 小苏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一个美丽的小岛 岛上呢 有一个小学 小学里面有小孙老师 还有可爱的孩子们 这个就是你之前说的 你资助的孩子们 给你介绍一下啊 看这个 这个呢 叫小美 这个是小孙老师跟逗逗 这个 叫山娃 小孙老师好年轻好帅气哦 可是山娃为什么这么黑啊 天天山上跑得晒的 抓都抓不回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ТРЕВОЖНАЯ МУЗЫКА 杜小姐 又来卖酒啊 成本控制得不错嘛 交通费都省了 雷总 你别耽误我 我还有正事呢 喂 喂 你好 我是 雷总 是你叫的代价啊 喂 怎么了 要报订单号给你看看吗 不用了 那我再帮你重新叫一单吧 您这活我接不了 为什么 我叫一代价来一熟人 这不更放心吗 你放心 我不放心 怎么了 杜小姐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啊 你没事吧 你搂着我干吗 是你搂着我的好吗 我告诉你 你放尊重一点 我们干代价的可没有这种服务 要不然 你自己 自己走到车上去 对 杜小姐 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吵啊 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做你们代价的 都经常碰到我们这种 可爱的 抓着不三手的没 赶紧上车 来 乐着干吗 走啊 找什么呢 这车没有要什么好 发动啊 脚踩着刹车 在那儿 按一下 我说你是代价吗 我说你这位女司机啊 挂档啊 你闭嘴 我说杜四季 您这开老年代步车呢 照您这速度啊 咱们明早都到不了 你少废话 是你让我开的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 可以退单呀 那都不好 显得我多没心胸啊 是不是 像你这样 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司机 不多吧 一碰到色狼怎么办 你们上岗前 是不是都有做什么防狼培训啊 啊 照您这蜗牛速度 等于是半会儿也到不了 闲着也是闲着 聊会儿吧啊 海狼 重点你就够危险的 啊 行啊杜四季 你这是阴沟里翻车啊 看得漂亮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车太高了 我刚才都没有看到 这儿有一马路牙子 我也没有看到前面有这么一个花坛 我得撑着头看 你再撑一个我看看呗 别找借口了 报警 找拖车吧 要不是刚才你跟我说话 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能 我 我现在先报警打拖车 你别跟我说话 喂 哦 对 对 在青石路上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银行大厦 好的 哦 好 谢谢 拖车说了 三十分钟之内可以到 耽误你的时间了 真的 很抱歉 你干吗啊 不过是要哭吧 哭什么呀 没有 没有哭 怎么说哭就哭了 还真哭啊 我就是 我就是想干一代价多赚点钱 结果可好了 把车都撞了 不是 我这儿没说什么呀 你把我车撞了 我又没抱怨 再说了 我又没让你赔 你让我赔我也赔不起 你说你们这些土豪 干吗开这么贵的车呀 早知道这样 我就应该退单 好 好 行了 你就别嚷嚷了啊 你再这么嚷嚷 一会儿警察都被你喊来了 等拖烧吧 不对啊 你把我车撞了 你把我的林肯 当老爷车开 你撞在花坛上了 我没让你赔 你现在在这儿大哭小闹的 还要我劝你 为什么呀 该哭的应该是我吧 反正 我也赔不了 你自己看着办嘛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本来想开个车赚点钱 偏偏还碰见了你 这回当好了 我说你行了你 一天到晚就琢磨着赚钱 就为了那套房子吗 好 够执着的 那是他留给我的唯一东西 我必须要拿回来 是你们叫的偷车吗 对 这边 是我 你也告诉我 太老了 是学校的 我以后 你是第一个钱 Itu 不用人去吗 这 这主要是您父亲在位时负责的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喂 林总 对 我和雷总在一起 今晚啊 您稍等一下 我和雷总确认一下时间 林总说他有一个朋友 介绍了国内几家很有背景的投资基金 他们对咱们娱乐城项目很感兴趣 约了今晚 您要见吗 几点 薛容济 班人七点半 好 刘洛 今天晚上的场合挺重要的 你看 我穿成这样好像不太合适 要不然 今天晚上的饭局 是关乎于博元一年的广告收盈 我带你来呢就是撑撑场面 你不用多说什么 一切由我呢 好 魏总 我必须跟您隆重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 是我们博远的才女 陛晓苏 还是我们董事长身边的大红人呢 好 蒋总 您说得太夸张了 晓苏 魏总可是我们传媒集团的大鳄 华海路上有一半的广告牌位 都是她的 魏总平时可低调了 从来不轻易参加饭局 今天这么给我们面子 晓苏 你好好招待一下 蒋小姐 您可是冤枉我了 那今天咱们好好喝 好不好 我们把以前的一并补上 我给你 魏总 我敬您 这美女啊 我见得多了 这才女啊 不常见 陆小姐呢 有才 又有盐 这杯酒 我心甘情愿地干了 好 好 好 杜小姐 可可天心啊 只给魏总喝 不喝我们喝 你们可到排队等着呢 是呀 对呀 杜小姐 这都喝了 你也等跟我敬一杯呀 杜小姐 你随意 这第三杯 好 好 好 这可以轮到我了呀 好 好 好 杜小姐 好久了啊 对啊 好 好 好 杜小姐 好久了啊 对啊 好 对啊 对啊 就是呀 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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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敬你一杯 好 好 好 杜小姐 好久了啊 啊 啊